睡好觉 有一些的妇女太太 喜欢拿自己的丈夫跟别人的丈夫比较 那一天丈夫回来了以后 这这个家一定是什么 big noise一定是噪音 为什么会比较会计较 一定乱叫的 就像狗在飞一样 这个家庭怎么会圆满 怎么会和谐合作和平呢 没办法 所以有一些的妇女太太就会说 有够倒霉无够睡 有够倒霉 人家的太人家的先生 人家的先生都不知道哪一家 不负责任同 人家的先生都有烛光晚餐 什么叫做烛光晚餐 那就是晚餐 哎呀那个灯全部熄掉 只剩下餐桌上面 饰盏精油的蜡烛 你看喝交杯酒 分享今天的职场的一个喜业 哎呀这个时候 你看听着罗曼迪克的音乐 踩上甜蜜的家 石老公 嫁给你十年 有让我看到蜡烛吗 只有在停电的时候 才勉强让我看到 两根白色的大蜡烛 真是倒霉 人家的先生订婚的时候 就送给他克拉克拉的钻石 你看他的戒指 十根手指头全部都是在散 克拉克拉 王太太哦 宁太太哦 蔡太太哦 第二太太哦 你看过来哦 十根手指头都在散 结完瘟了以后又继续 生日礼物克拉克拉的 哎呀因为手指头戴不下去了 又戴到了什么 脸上嘛 鼻子啦耳朵 整个头都在散咯 哎呀你看这才叫做什么 有这种爱有的丈夫嘛 你看嫁给你这种失劳工 你看看嫁了十年你有让我看到在散的吗 没有想要看到还要自己撞墙壁 还要撞很大力才看得到 哎真是倒霉 如果你继续这样子下去的时候 你的家庭绝对没办法和一些合作和平 因为我们都是在比较 我们都在计较 然后就在那边乱讲 然后这个都是有他们的相关性 那我们放下 对这一些你就不会比较计较乱教了 因为能各有缘吗 墨现缘 其实有一次我在安南 那么去那一个地方 有一个小学 他演讲 底下的那么都是那么家长 结果家长会的会议长 一听完我的演讲了以后 就利用我在整理教具电脑的时候 他走过来 然后说的 哎 教授 哇 刚才让我笑了两个多小时 非常的爽 已经五十岁了 从来没有这么样子的笑过 轻松快乐过 爽 你在这个地方不要走 等我 哇 我第一次呢 被人家用这一种口气 你不要给我走 我就在那边继续啊 揣了一段啊 那真的不到五分钟的时间的时候 我手上也多了一盆蝴蝶蓝 教授 这是我心爱的蝴蝶蓝 特地送给你 那因为我有事 我先走了 哦 他竟然把烦恼送给我 他也没教我怎么去养养 养 种养 对不对 怎么照顾他 那个都是需要有学问的嘛 事内事外 每一天要多少水 所以说呢 这种情况之下 没办法 有一天呢 我发现 我每一次在外面的都会打电话回家 他死掉了没有 他死掉了没有 都会问这个蝴蝶 你看爱一个东西就被一个东西绑住 爱一个人就被一个人绑住 有一天我经过那个国中 那个学校的时候 我就拜访这一个会长 我说会长好久不见了 我把我的蝴蝶还给你 你看你就负责中 我有时间 有清闲的时间 我闲下来 我再来这边欣赏 我负责欣赏 你负责中 所以啊 你看看 晃下 自在 当你握着拳头的时候 你拥有的是为夫其为 可是当你把拳变成手掌的时候 世界上说的东西 全部都是你的 我们何必在乎那一些忧心 快快乐乐 该放下就放下 舍得 舍得 有付出我们自己的爱心 有爱 无爱 当你有爱心了 那你未来的路才不会有障碍 失比受更有福 这一个爱 又继续变成了一种贼心的一种服务 就像我爱我所爱 做我当作 哇 行孝行善 变成老天 变成老天的一个罪爱 那人家说到 你的这一种爱 他感动 对不对 他又把这种爱 有影响